日本今早公布了截至2022年12月31号的最新国内生产总值报告 当地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 按年同期只是增长了0.6% 虽然是避开了经济衰退 但是反弹的力道却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这给日本央行何时能够逐步的退出大规模刺激措施 带来严峻挑战 日本在截至去年9月份第三季 经过调整后的经济数据显示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按年萎缩1% 反映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正面临着衰退危机 尽管没有衰退 但是表现依然远低于市场早期预测的2% 分析员指出 尽管私人消费得以抵御生活成本不断飙升的逆风 不过全球经济前景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这给后疫情时代复苏缓慢的日本经济 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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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